第二十题 医生看病时有时会使用听诊器听患者的胸部或背部 利用听诊器时身体内部的声音沿着系导管传递时 保持其核种性质没有减弱而能被医生听见 那这个就是要声音够大声 然后我们才能够听得清楚 那么音量的大小就是所谓的响度 是由政府决定的单位是分贝 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保持其核种性质没有减弱而能被医生听见 我们答案选的是B响度